这一期跟大家分享 万能的配色方案 灰色粉色加米色 什么叫万能的配色方案呢 就是它不挑年龄 不挑风格 不挑身材 只要是这三个配色里面 不管是什么单品 它组在一起都好看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的穿搭配色 它很适合我们什么情况下穿它 天气又冷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配色 温婉但是又很有活力 那就先从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配色开始 很简单 其实就是里面是一个浅色的内搭 然后外面就直接换成了这种粉色 它半身就简单搭了一个米色 让我们这个色度是处于在一个 非常非常温婉温柔的配色上面 包包的配色上 我就可以直接拿灰色 其实这一身的配色的感觉 是那种有一点点支性 然后是柔美的那种状态 而不是那种很妆嫩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还是配色不变 换一个单品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拿这种粉色的衬衫 我们可以在它细节上面扫颜色 它上面就是粉色灰色加一点米色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颜色穿在身上 我下半身就可以直接拿这种米色 那我们的灰色用在哪呢 用在披肩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一身就很适合 稍微天气有一点点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么穿 不要问说谁会穿披肩在身上 我跟大家讲一下 你要是真的上半身有点肉哦 你披个披肩看起来瘦很多 今天是有点小俏皮感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戴那种墨镜的感觉 这一身的感觉是会有一点点偏寒细感 万能的配色就是可以运用在不同的颜色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保持内搭不变的情况下面 我们再用这个配色换一个思路 我在这个基础上直接换成一个风衣在外面 下面就是换成了这种长靴 我其实这一身我穿出去外拍过 结果大家的好评率还挺高的 也不要问我谁会穿短裤加靴子 我呀 因为我觉得这样穿很好看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再换一个思路 我们把灰色的靴子换掉 选择灰色的裤子 今年大家至少要买一个灰色的苦腿裤 或灰色的单品 因为接下来的灰色会非常非常流行 当然哦 如果长苦腿裤加长风衣的话 多多少少会有点压个子 所以在包包的选择上 可以选择小一点的 因为这样比例会高一点 比非常的包 看起来整个人会利落很多 后来这个是我自己蛮喜欢的那种 走的是比较稳重的配色 就是我穿的是一个一身灰 但我在灰色系的选择 我其实是有深浅的 那我其实是把我们的粉色跟白色 放在我们的配饰上面 我是很喜欢随身出门 拿一个比较大件的这种披肩 你就可以直接拿一个粉色 那我们的包包也是选择一个 偏米杏色跟米灰色 那我的丝巾上面 就用一点点粉色去做提亮 这一身的感觉就 非常非常的大方又很简洁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